今天是9月28日,星期二 是9月期指的转创高峰日 市的表现不算差 因为纪律上有些维稳买盘作部署 所以市亦出现明显的反弹 先看看指数 早市先高115点到24323点 之后由这一刻开始换步上升 直到现在大概11.3左右 指数一度最高是见过24641点 相对昨天来说市是反弹了433点 更重要的是这一刻 技术上市是刚刚轻轻突破了10天平均移动线 简单说,初步呈现一个是回稳的势头 暂时不需要担心大市 会太大的幅度逆转 因为始终来说 你抹着10天线 就算市不再进一步向上升 最低限度是有机会断定了 其实今天新经济股表现不差 腾讯,包括阿里巴巴,已经弱势了很久了 今天终于见过150元左右的水平 指数到今天暂时见过24641 但有一点是美中不足 大家知道吗? 因为市场由上星期二 即21日的低位 23771点的反弹 上星期四已经一度高见24827 大家记得 即使今天的指数到24641 都始终走在上星期四反弹的高位下方 所以技术上、形态上 虽然轻轻回到10天平均移动线 但整体的事势表现 我觉得是有波幅没有升幅 有反弹没有大升 即格局上 最多是一个急跌口的整固 事实上 今个月由8日的高位26560 跌至21日的低位 23771 已经跌了2789点 说了很多次 这个幅度已经可以满足整个月的要求 即是说 市场就算再跌100点、80点 或者85点 意义已经不重大了 反而现在市场断定下来 我们就要看看 到10月初旬的大市 到底要怎样限发 这个才是最关键 不要忘记 明天是期指的结算 星期四就是职业场外衍生工具结算 市跌了这么多 不排除 好仓大户 仍然会有些 维稳 甚至反击的部署 但是你说会不会是 大方向的逆转 我觉得就未必 因为去到10月份 还有很多不明的因素 包括恒大的债 10月份还有几单 跟着陆续有来的 美股在10月份的表现是怎样 大家都要拭目以待 简单说 市是有技术上的维稳 但就不是中期的转向 我觉得 这点大家要留意 税通有三个衍生工具提供给大家参考 第一个是比亚迪 近期比亚迪 一直都是 172.8元 仍然仍是价外 提供给大家参考 恒指是怎样看呢 今天有少少的 纪律上的回稳 最低限度指数 轻轻翻到10天线 后续怎样行 我们还要看很多很多因素 最低限度 起码看成交 更加配不配合 对不对 有只认购症 22956 行使价是26,600点 亦是价外 相关的条款是怎样 细则 另外 街货情况是怎样 击入瑞通网集 就看得很清楚 好了 这份终于分析 我说到这里 好